最新公布的二零二三年 世界競爭力排名 在六十四個售評比國家當中 丹麥獲得了第一 而臺灣排名是全球第六 是二零一二年以來的最佳成績 臺灣世界競爭力排名在成長 IMD公布二零二三年 世界競爭力年報 在六十四個售評比的國家中 臺灣排第六名 整體排名連續第五年進步 而且為二零一二年來最佳的表現 在人口超過兩千萬人的經濟體中 連續三年排名 纏連世界第一 不管是企業他要在金融面 他獲取他所需要的投資資金 或是政府在做公共建設的投資 這塊我們這些都在 穩健的在一些推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助於 整體臺灣競爭力的一個表現 在四大指標中 政府效能進步了兩名 來到世界第六 企業效能則從第六名 進步到全球第四 至於基礎建設項目則進步一名 排名第十二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表現一項 因為受到全球經濟放緩等因素排名下滑 從去年的第十一名退步到第二十名 謝金元大廠環球金董市長徐秀蘭就認為 在全球經濟活動仍有壓力下 第二季仍充滿挑戰 另外在勞動市場部分也退步了八名到第二十五名 其中移工以及國外高階技術人員等指標 處於弱勢的項目 學者認為臺灣缺工問題存在已久 儘管政府進一步鬆綁對外國專業人才之工作 以及拘留規定 並優化租稅及社會保障等相關權益 但如果薪資沒有競爭力長期偏跌 還是會造成人才排擠效應 記者為吳家寶特報道